這個檔案 平均成績如果大於等於60 那我就輸入60 那它就是合格 打個Y 合格不合格 Yes或No 類似像這樣 比較簡單一點 按個確定 那你會發現它合格不合格 就顯示出來 Yes或No 可是呢 這個比較簡單 這是兩重邏輯 而且比較常見 如果請你在G欄這邊 多一個欄位 假如說我今天的邏輯 不是這麼簡單 我希望能夠改成什麼呢 改成多重 那什麼叫多重 基本上的話 就是如果它是80分以上的話 那就幫我怎麼樣 幫我輸入一個A 假如它是70分到80分 那就是給B 60分等於到70分以下 到69分 就是C 那不及格的話 就低 如果我今天是要ABCD的話 那要怎麼做呢 變四個 給你想說 插入函數的時候 用IF來做 IF兩個格子 True跟False 那要怎麼樣 可以做出多重邏輯的效果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第一個請各位先試一下 第二的話就是 如果我除了用函數來做 VBA怎麼做 VBA的多重邏輯要怎麼下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有沒有辦法把這個多重 當然其實最後完成的答案 會是很長一串 可是如果我今天呢 我 當然不是要叫你自己打程式 有一些簡單的方法 有一些技巧 如果你有多重邏輯的話 那其實 可以用一個方法 就是 利用這個 它提供給我們的 訊息提示的視窗 其實你就一直往下做 其實也可以把ABCD給做出來 其實答案的話 在你們那個講義裡面 也會也有了 小技巧 先來說明一下 如果多重的話 特別是要 如果你要在IF裡面 再插入IF的話 第一個一定是用邏輯 那我的使用方法一定是什麼 如果平均乘七 先從A開始 大於等於80的話 那理論上它一定是A 可是呢 除此 FALSE的話 就是BCD嘛 所以你把游標放在FALSE上面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在IF裡面再加IF 我教各位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呢 游標放在FALSE上面 請你在點選前面的清單 再按一下IF 你會發現喔 它會自動幫你把IF 加在哪裏呢 加在這邊 正確的位置 那你下一個步驟的話 就是再做平均乘機 大於等於 剛剛是80 現在70 OK 大於等於70的話 是B 所以你就再輸入B就可以 油標再放回到FALSE的地方 下面這個格子 然後再一樣插入一個F OK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它一樣剩下C跟D嘛 所以接下來的話 你就是 再把平均乘機 大於等於60分 那如果為True的話 是C 反之的話呢 就是D 我剛剛做了這個動作 其實如果 我是建議啊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取代上面直接從頭輸入 因為直接輸入的話 這個錯誤的機率還滿高的 所以我把這邊直接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再向下填滿 我把它置裝好了 這邊置裝 向下填滿 OK 答案就出來了 OK 應該可以看懂得我在做什麼 所以你可以check一下 80分 大於等於 包含80分 A 然後69分是C 53分是D 沒錯 OK 所以基本上 假如你要做多重的邏輯判斷 我是建議你可以學會一招 就是 剛剛我們講的 一幅裡面再加一幅 所以基本上會從A開始 反之剩下來的 記得從FORCE裡面 點選前面這個一幅 記得 游標放在這邊 然後再去點選什麼 前面這個一幅 它會幫你把這個一幅的公式 就是放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再跳出一個視窗 讓你用填的 所以你只要 反正如果那個邏輯很複雜 沒關係 反正你就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A B C D 如果還有E F G 一直往下的話 如果利用這個方式 基本上比較不會錯 OK 所以第一個 如果我用內建函數 做出邏輯判斷的話 但是其實你會發現 還是有點麻煩 接下來的話 像這種多重邏輯 反而我還是比較建議 你如果用VBA來做 相對感覺好像敘述會比較 比較好理解 因為VBA不用那麼擠 擠在一行 你可以分成很多行敘述 所以VBA的好處 你可以有些東西 不用一定只能寫在很窄的 像這樣一定要寫一行 你慢慢敘述沒關係 慢慢講 你不要一次全部講 而且如果你很複雜的東西 放一行 錯了哪裡 你根本不知道 但是VBA的話 錯哪一行 它會告訴你 所以這裡的話 一樣 插入一個E F 然後如果這個成績 大於等於70 那就是B 反之就是C跟D 那就再一次 再一次 OK 這個成績 大於等於60 那就是C剩下來的 剩下最後就是D OK 按個確定 不過這一串 不能打錯 打錯一個都不行 那這個做完之後呢 待會 我們要把它改寫成VBA 因為這入字聚集好像沒什麼意思 就把它入字聚集 讓它執行 我覺得這個地方好像沒什麼必要 所以呢 如果像剛剛同樣邏輯 我希望呢 可以把它變VBA的話 該怎麼改寫 像剛剛合格不合格 如果要改成VBA的話 要怎麼寫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把剛剛這個 大於等於60分的邏輯 這兩重 Yes或No 這個是多重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改成VBA的話 那這邊的話當然我會希望說 會希望做出幾個按鈕 這邊的話 那邏輯 我後面在 在那個56頁其實也有 這是制定函數跟 所以我待會也會做兩個 一個是sub 一個是function sub跟function 其實在58頁也有 58頁是多重 乘七多重 乘七 寒數邏輯 寒數邏輯 合格不合格 跟多重 改成VBA的話 那首先當然第一個 我們一樣 切到VBA 第二步的話呢 一樣我們 清楚最後寫好了 清楚把它撿到後面去 假設先成績好了 那所以成績的寫法 特別注意喔 它一定是 4回圈在外面 1伏在裡面 就可以把最後完成的結果寫出來 我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H欄 所以這個程式的撰寫 1 先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OK 一定要有模組 第二的話呢 再插入那個 程序 程序的名稱叫乘七好了 H我們叫一個乘七 假設我們這邊乘七打上去 接下來的話呢 一樣打那個4回圈 所以基本上我這邊重來好了 成績到這裡 應該沒問題吧 程序 再來的話呢 打這個回圈的話呢 第一個 我告訴他說 4i等於 第幾列呢 你可以看 其實所以浮動在上面 然後 第二到第七好了 我們先不用向下追蹤了 先4i等於2到7 所以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OK 這個是回圈範圍 第二的話呢 就是輸出什麼東西呢 輸出到 特別是H欄 那輸出什麼 合格不合格 可是問題 合格不合格 有兩個東西 所以特別是 我們之前是 打那個Sales Sales 刮弧 哪一列呢 第i列 哪一欄呢 第H欄 因為我要輸出到H 那等於什麼呢 有兩種可能 要不就是合格 要不就是合格 怎麼辦呢 你不能說一次輸出兩個 我先打合格好了 不過你會發現 如果今天呢 假如是 合格 OK 那你按執行的話 變成全部都合格了 全部都合格 那可是如果說我今天要判斷 合格不合格的話 其實呢 你可以根據什麼 Enter一下按個TAB鍵 記得要下一階 如果什麼呢 根據哪一欄呢 根據 依欄 平均成績 所以你的敘述方法是一負 如果 Sales 的 i列 哪一列 逗點 依欄 裡面的資料 如果 如果 邏輯 假如是 大於 等於 60分 敘述 特別是這樣 把它打在if 空一格 後面告訴它說 如果 如果 這個資料 幫我帶過來的話 這裡面 假設 80分 第一個先帶 因為i等於2 先帶 這個帶過來 那 它是不是大於等於80 如果 是的話 執行 是的那個邏輯 不是的話 就執行不是邏輯 所以 Enter兩下 打一個 接下來打 Ls Ls 反之 再Enter兩下 打一個 endif 那 再來的話 就是 如果 大於等於60 我就是 輸出合格 所以特別重要 把剛剛那一行 Sales ID的 H欄 的合格 把它 放在哪裡 邏輯 這個 下一行 表示 如果它大於等於60 才去執行合格 那 反之呢 反之就不合格 不合格的話 就把上面這一行 其實簡單 Copy 這最快 然後 加一個 就這樣而已 就複製貼上 不合格 其實很多地方 大概理解之後 不用死倍 好 程式打完了 這個是最基本的 回圈加邏輯的敘述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以後很多地方都會這樣做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第七列 如果 如果 Sales i 列的一欄 就是 平均成績這一欄 大於等於60的話 那 h 就是合格 反之 就是else 就不合格 那你做好之後的話 接下來就怎麼樣 把它執行看看 執行的話呢 其實我的習慣是拉到這邊來 來 看一下 游標放在 這個sab 裡面任何地方 等一下 按個執行就可以了 合格不合格出現了 OK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啦 只是說 這個程式可能要自己打習慣 然後以後呢 如果你習慣這樣的敘述模式的話 很多工作裡面 你就可以很快的把邏輯寫出來 有時候甚至我發現 真的複雜的事情 還是交給VBA來做 相對比較簡單 你如果說像剛剛 同樣一個東西 像多重的話 哇 這個全部都打在這裡 反而複雜 上面一串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要把那個 成績 改成合格不合格改成ABCD的話 其實在VBA裡面怎麼改呢 其實 直接把什麼 把剛剛打的這一行 有沒有 直接複製 貼到底下 1把成績改成叫成績多重 名稱不能一樣嘛 OK 所以1成績多重 再複製一個啦 但是呢 我要把什麼東西改變呢 就是 回圈一樣 邏輯不一樣 如果 這個 平均成績 假的大於 等於80 本來60 那我就輸入80 那我就輸出A 特別說要輸出A 再來的話呢 L其實就是 就是D啦 可是問題C跟 B跟C怎麼辦 特別注意喔 這就關鍵喔 如果你要輸出B跟C的話 請特別注意喔 B 1 請你把 IF這兩行 Ctrl C 複製 2 游標 Enter一下 把它移動到前面 back 貼上 把這個地方改成 70 這邊改成 B B 但特別注意喔 在一個程式裡面 不能夠有 同時兩個 IF 一個N的IF 如果你要把第二個 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是IF 第二個請你記得喔 它不能叫IF 它叫ELSE ELSE 就是 多打一個 L 叫ALSIF OK 第一個喔 其實或者你寫 那個論說文 IF就是首先 ALSIF 就其次啦 再來的話呢 C怎麼辦 很簡單 把ALSIF 這兩行 Ctrl C 移到下面 Enter一下 再back到前面 貼上 請你把這邊什麼 改成多少 改成60 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C 那剩下來就Ls 把它改成D 好 改完了 OK 應該可以懂到邏輯吧 而且我發現喔 有些東西喔 寫在VBA 就比較可以慢慢寫 但是如果說像剛剛喔 函數的話 它就只能寫在一行 哇 那如果你 像我們才四個邏輯 還算是 不算複雜 如果說五個六個七個 甚至很多邏輯的話 那你全部都寫在 那個資料編輯列 那個公式 哇那會非常融長 錯都不知道錯哪裡 但是如果是VBA的話 你可以慢慢敘述 沒有關係喔 那寫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執行看看 這樣子的話呢 來執行一次看看 OK的喔 出不出到H欄 所以我把它執行一下 欸 跑一下 你會發現喔 最後的結果 它一樣會輸出到H欄 這個有沒有 輸出到H欄這邊 OK 那H欄裡面的結果 跟G欄裡面的結果 一定會是一模一樣的啦 OK 那如果你輸出之後發現 欸 怎麼會不一樣 那你就檢查一下 程式有沒有寫錯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那最後當然你可以寫個清除啦 不過清除也很簡單嘛 清除的話就是 for I等於第二列到第七列 把I列的H欄呢 丟一個空的給它 這邊的話就直行 欸 H欄就不見 最後的話把這三個呢 變成三個按鈕 合格不合格 ABCD清除 這樣就OK了 那請各位試一下 基本上呢 這幾 這三個程式 並不複雜啦 但是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以後 蠻多地方 程式在跑 一定會有回圈 一定會有邏輯判斷 以後你就是要把類似像這樣的架構 搬到其他地方去 它就可以很快的幫你把結果 判斷完之後 幫你丟回 丟到你指定的儲存格 就完成 待會的話 也可以想想看 有sub有沒有 就會有function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請各位幫我 改寫什麼呢 成績函數 成績多重函數 什麼意思 跟你要一個 學期成績 平均成績 自動把結果 丟到儲存格裡面 自訂函數 剛剛才寫過 所以自訂函數 請各位試一下 OK 這個部分的話 我看 成績 跟成績多重 是在講義的第58頁 OK 58頁 所以你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再來後面的話 就有個成績函數 跟成績多重函數 待會再來看